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考完离开后又返回考场 寻找之前那个可爱的女生 当时在准备离开考场时 记得有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响起 如果现在错过了 就再也见不到它了 箱子中的下一件物品是超满我们舍不得删掉的短信的小本子 从询问考试成绩的第一条短信到机场送别的最后一条短信 还有我写给你的每封情书 检讨书 保证书 转正生情书 一封一封 一字一句 都记载着我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的血泪史 还有 我出国读书 分割两地后 不管多晚都会给你写的日记 还有 记载着我们爱的心得体会的笔记本 箱子里最多的还是 我们旅行只收集的纪念品和明信片 到过的地方越多 就有更多的地方还想去 箱子底部是一个精心包裹着的东西 那是我们当年私定终身时的戒指 头纱和手环 这也是你结婚那天带着的头纱和手环 那天 你是世上最美丽的新娘 搞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